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 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日内交易伙伴 Kalina 那今天视频呢 就是正好现在的市场 大家有看到今天呢 2021年左右的时候的一些 Maymay stock 就是像这个GME AMC KOSS等等呢 那今年2024年事隔 三年后他们又出来了 话说为什么日内交易的人 都喜欢做这些Pain Stock Small Cap 他真的是可以致富暴富吗 那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来聊聊 这样的股票 到底应该如何交易 如何对待 不知道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有多少人经历过疫情 有经历过2021年整体的这个市场 有多疯狂 那在2022年 2020年赚钱的小伙伴 可能在2021年都赔得很 很让人心疼 再加上美国呢 还要交一些税金等等 反正就是啊 搁我们散户的钱就是他们大机构的这个目的也是整体的这个目的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学习和通过一些这个磨练一些经验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日内交易中从中获益的呃在我的身边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这个multi millionaire这种day trader 那他们都有一个特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喜欢交易这个penny stockpenny stock为什么他们是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钱吗还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比较低就是想去这个尝试一下做比较便宜的这样的股票还是说他们觉得大的公司波动不够大呢 其实呢原因都有很多种据我所了解甚至我们学校一直来学习的小伙伴但是我觉得亚洲的这个学员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学员都有一个比较巨大的特点就是亚洲的小孩子们相比较是比较有钱的 因为在美国交易日内交易呢是有一个pdt的一个入就是一个规则你如果没有两万五千美金去开户的话其实你的账户一个月啊不是一个月一亿周只可以交易四次当然了每个券商不一样 比如说你一个买一个卖他就有的是consider是两次交易那你就一个股票一个买一个卖那搞了两次的话一周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赚什么钱啊对吧如果你高于两万五千美金以上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但是美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券商就是说他不让你做日内交易如果你同一个ticker在短时间内又买又卖的话他会给你一个notification告诉你说 啊你现在有在做这个做Date trading的这个呃嫌疑哦那如果是怎么怎么样的话他就会这个限制你的账户多少多少天因为我以前都收过这样的通知所以呢之后呢就申请了一些这个专门做日内交易的账户那做日内交易的账户呢其实有很多种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跟大家有具体的分享那些账户那呢 帐户呢都是daytrader日内交易员在用的 那日内交易员最近我也发现说 很多我的学员他们不太知道说 日内交易员用的券商 其实是可以连这个dashtrader 也就是这个execution的一个platform 他是直接在NASDAQ里边的 所以呢他呢这个公司也就是这个form 他本身在帮你execute你的这个所有share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快的 而且他的data是第一手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level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日内交易是非常给你一个非常level up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没有交易两年以上的话 其实你刚开始去用一些其他的账户也是可以的 那话转回来 为什么我们很多日内交易员刚刚一开始的喜欢交易 这种penny stock比较小市值的股票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像这个tesla 或者tesla应该算是一个以前是个腰股来的 那像这些苹果呀 google啊 macrosoft的等等这样比较大市值的股票 其实你放到你的scanner里面 也就是scanner有很多种哦 有这个像treatidea benzinga syncrasim等等等等 大家自己去查 或者一看我以前的视频都有介绍过 你每天在搜你当天可以交易的股票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样大市值的股票基本上是不怎么会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波动不大呀 因为大家都是以着长线投资 或者是swing trade的这个想法来买这样的股票 哪有多少人去day trading apple的 我还真的是没有太听说 除非他是earning 但是前两天他的earning 你没有看到说他就是也是上下浮动5块钱左右 对于日内交易来说 你压了那么多的capital 那么多的钱 那反而他的波动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那你倒不如去选一些波动大的股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内交易员喜欢做小市值的股票 那为什么小市值的股票他特别容易暴涨暴跌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小市值特别是penny stock 95%以上的公司 他呢基本上都是公司有问题的 那上市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赚钱的方法 那他们上市当然有他们的目的不管是圈钱也好 或者是找大投资也好 反正目的并不是完全会很clear的让你知道 而且这些目的呢也不一定全是好的目的 所以呢他们呢目的就是在pump这个他的股票 就是让他的这个市值一点点的去增加 他可以再去在他的这个这个公司上面去赚钱 股票上面去赚钱 所以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一开始他们可以发行这个要stock分很多种是prefer stock common stock这些或者是他还可以接着发 warren 啊然后呢这个上市了之后呢他可以继续稀释股票 这个做这个atm然后呢还可以做这个offering s offering 或者是f offering等等这些在我们的初级课程里面 又都有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解释 因为你不了解这些的话你在交易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这些小事实公司在搞什么东西 你怎么可以去用你这个小脑筋去抗衡他们 首先即使是你学过了你都不一定去抗衡得了 但是如果你不学的话那你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他们搞的这些鬼目的就是赚钱 目的就是圈一些割韭菜的钱 那希望大家通过学习的不要做那个韭菜 那学习这些东西呢不代表说你百分之百就一定会赚到钱 但是呢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话 你会甩开其他的韭菜 这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像今天我们反过来说今天的这个mimi stock 这个gmc 那gme本身是三年前去pump这个股票的这个人又发出来推特说 啊这个我又要来这个就股票又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今天去shore他的所有的人都死得非常的惨 那他当天呢是应该是从16块多最高的时候涨到38块多全部都是大空shore squeeze 就是你去做空的人不得去不得不去cover你这个precision 所以呢他们blow up很多account也非常的惨 作为做空来说 为什么你开始学习做空的时候会去做空这种mimi stock 其实我是很不理解的 一般来说做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到处都是坑 你要学会怎么样去避坑 怎么样去不要去踩雷才可以真正的去在做空当赚到钱 但是做多和做空特别是小市值的股票 两方都可以赚到钱 那赚钱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做多的话你就会看很多的新闻 要基本上看一点点他的fundamental也就是基本面上的东西 但是这种公司的基本面通通都是垃圾 你要看的是怎么样去分辨哪个是真是假 不管是他发出来的任何一个新闻 不管是他发出来的任何一个offering 他的价格等等他都是有一些奥妙在里边的 所以呢如果这个股票今天小市值的股票 他这个出来个新的新闻 然后马上出来一个offering 那你就知道了他想把他的股票升高价格 然后呢再卖出去 然后再稀释 谁赚钱公司赚钱呢 但是我们作为日内交易的人呢 如果你知道他们的玩法他们的动作 如果有多肮脏的话你就会从中赚到钱 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地方去出 他基本在dump.share的时候你就获利了结 甚至止损就好了 做人内交易小市值的股票 基本上最大的波动我看过 当天又涨了百分之两千左右的 当然也有跌了百分之这个四五百左右的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一直以来 不管说像这个amcgme 这个有多危险 或者是有这个多不靠谱 或者是这个新闻是真的是不知道是哪来的新闻 真的是就是发了像没发一样的这一类的东西 但还是有很多人去交易 为什么人的心里是想赚钱的 所以呢做这个日内交易呢 小市值的股票 基本上公司本身是不行的 基本上你都是要看他的技术面 technical analysis 那这个东西呢是一定要学 你要学会看level 2 你要学会去很快的分辨他的chart 当天是哪里进哪里出 而且呢在基本面方面呢 你要很快的去判断 怎么样去查他的新闻是真是假 特别是生物科技公司 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写法是非常有奥妙的 如果当然这个视频 我是不能完全给大家讲清楚 他这个分不同的category 每一个板块的公司 他有不同的新闻的发布的一个方式 大发出来就是来唬你的的话 是很显然就能看得到的 那还有一系列不同的新闻是做多的信号 还有做空的信号 在我们的中级课程里边呢都有跟大家解释过 而且是非常详细的 所以做日内交易呢 小市值Penny stock股票呢 真的是暴涨暴跌 如果你学会了真的是可以从踪获利 可是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 只是跟风像以前的GMC AME GME AMC这样的去操作的话 那你就是有点蒙住你自己的双眼 随便去把你的这个东西 all in在一个地方 和这个gambling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种我是不建议你去做的 如果你没经过2021年的这些日内交易的小伙伴 现在的妹妹stock可能你就不要碰就好了 都学习一下去学一些pattern 比较简单的你自己的盈率比较高的 那如果你还处于一个我朋友告诉我们什么股票 好赚钱我就去买什么的话 那你赶快关掉我的视频 可能你也不是我的听众 你也不是我的学学员 我讲了这些话的话 你会觉得是废话 你只想知道说我今天给你什么股票 从什么点未进从什么点未出就好了 那这样的东西的话 你幸运赚了一次钱 你会觉得这个幸运 然后一直是你自己的能力 然后最终你会损失非常的大的 因为我都是大概5年左右来走过来的人 一步一步看下来真正盈利的day trader 用penny stock赚钱的day trader 没有一个不学习两年以上的 但是这个工作是一旦你学习了的话 你在哪里都可以工作 哪里都可以交易 所以轻轻松松的一年 像我今天在群里发了好多 我都没有计算我今天到底有赚了多少钱 估计有个8000 910000 这个样子吧 所以一旦你学会了的话 就非常轻松的可以在哪里都赚到钱 我一直在其他的视频有跟小伙伴们讲 最开心最幸福的就是说 你去旅行在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当你的家人你的爱的人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把整个trip都已经pay off掉了 用你的一个交易你的一个日内交易 所以这是一门本事是一个马拉松 如果对这个日内交易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到我们学校去看一下 当然了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Bye